马来西亚实行11年的义务教育 当中包括了小学6年以及中学5年 义务教育具有免费和普及性的特点 但是强制性教育目前仅用于小学1至6年级 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 政府正在检讨国家教育法令 考虑强制学生必须完成 从小学1年级到中学5年级的学业 没让孩子到学校上学的父母 可能会招来牢狱之灾 张念群今天在柔佛古来县教育局 推荐全国家庭访问计划时透露 这是延续2018年零促学计划的其中一环 以鉴定学生无法上学的原因 他说如果家长因为经济拮据 无法送孩子上学 经过教育部评估能获得援助 至于那些不替孩子未来着想 没让孩子到学校念书的师子父母 将面对最高5000令吉的罚款 或监禁6个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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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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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